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听清楚了 诊治马摘星的 是皇帝用的御医 听得清清楚楚 马摘星凭什么动用御医 这御医会不会是为公主请的 只是公主用不到 便宜了马摘星 那个 你快去看看 不忘回府没 是 闻言 摘星怎么样 有没有她伤到腿 冰主子 御医说了 郡主的腿伤并无大碍 只是受到了些许惊吓 好疼啊 至于宝纳公主 她坚持只让随行的气痰 御医进行医治 所以属下并不清楚 公主的状况 我的腿怎么那么疼啊 我好疼疼 竹子请放心 郡主已经喝下汤药了 接下来的几个时辰 都会好生休息 马上查清郡主是如何坠马的 冰主子 这件事情似乎有些不寻常 老婆 老婆 哥哥 我的腿是不是断了呀 好疼啊 一来 汽坛人驯马之术天下无双 而宝纳公主的作急 更是千挑万选的温顺良居 再者 郡主乃是马英之女 降门之后 她的气数 一定有些祸后 奇怪了 怎么都没反应 是我叫得不够大声 怎么都没人来呀 公主 这要得趁热和 你傻呀 我又没 喂 宝纳好疼啊 伯王哥哥 快快快 快把药拿给本公主喝 快 哎呦好疼啊 伯王哥哥 宝纳好疼啊 都动弹不得了 原谅宝纳不能动 您要不过来看看宝纳 既然如此 你多休息 公主多保重 伯王哥哥 我好疼啊 伯王哥哥 你说他们两个人 是同时追猛 没错 而且公主一直在强调 她和郡主所受的伤 是不分宣旨 都是一样的重 一直不断地在重复 而且她刚刚喝的那碗药 如何 并不对症 伯王哥哥 该不会真的移情别恋了吧 不会 他是最爱本公主的 禀公主 伯王殿下正往这赶来 好 好疼啊 太疼啊 伯王哥哥 我就知道你是关心宝纳的 我的脚好疼 没办法下床了 你来看看宝纳好不好 听闻公主的坐骑 冰儿 乃是公主的心爱之物 伯王哥哥 你真了解宝纳 没错 冰儿是我从小养到大的 我天天陪着她呢 但 本王不得不杀了刺马 冰儿 看公主的步伐 不像是受了伤吗 我喝了汤药 自然好些 公主服用的汤药 根本就不是对症的伤药 只是一般的补药 那是太医开的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自然不知道 但是本王问过公主随行的太医 还有养马的羽冠 万万没想到 对 但本公主根本没受伤 还有马摘星落马 也是本公主指使的 但那又怎么样 你们这里上上下下 还不得乖乖听我的 把我封为上兵 你为何要伤害摘星 因为这个 你明明就该喜欢本公主 为本公主神魂颠倒 但你却把这个香囊 送给了马摘星 本公主到底哪里比不上残了 你根本没有一处可以与他相比 摘星是本王位过门的王妃 果然 国王这些天 看似对摘星冷漠 但处处显着关心 本公主早该猜到 你们两个乖死不单纯 公主可知 她的腿有旧疾 若再少 疾有可能不良于行 我不知道 她有没有说怎么能怪我 你当然不知道 你以为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 难道你不是 你难道不是为了借兵 才诸如此讨好我 如果真的要利用公主借兵 数年前 早该利用 把公主留下 不过是看在两方邦交 以及摘星为人善良 不愿公主败幸而归 只是本王没想到 摘星会因此受伤 我王好过分 你的心里从来都没有本公主 全部都是马摘星 公主所追求的感情 本王无法公投 你设计令摘星受伤 本不该轻易放过 但隐瞒公主婚约 是本王有错在先 恩怨 就此两清 莫消 公主的情意 本王只好原封不动地退还 你自始至终 都没有想要打开 我用心准备的礼物 就毅然决然地要退还 本公主从未受过这样的凶辱 我要你们所有人为此后悔 来人 打开 你看清楚 你藏起蒙书 意与何为 我曾暗示过伯王 这锦盒里装的礼物 是无价之宝 若你对宝纳有一丝诚意 便会重视那份礼物 没想到你却不屑一顾 不管是对那份礼物 还是我的真心 既然伯王不想要 借病适如邓天 住手 公主与伯王的恩怨 与国事无关 谁说无关 若真借病给你们 对本公主有何好处 若兵戒成了 你和马摘星便成心如意 我仍旧得不到你关爱的眼神 那还不如两败俱伤 我原本以为 公主只是小孩信心 对公主一再忍让 没想到公主自毁蒙书 公主如此荒唐的行径 我明日便启奏陛下 让大王来给个说法 让大王来给个说法 你 凶手 冰儿无罪 本王未杀 你还骗我 本公主 一刻都不想再加上鬼地方 我一直在这守候 未曾辩驳 像一万年前 那一颗星球 依旧在闪烁 我 你从没放弃的 你从没放弃的 我 我 忘穿心痛 你的目光中 坚定而温柔 想对我诉说 我 你受委屈了 你受委屈了 你受口 你受委屈了 女犁 你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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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李犁 你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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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了 会吗